辦公室定律 如果你有一張紙 接張紙 奧 拿張紙啊 好 欸我紙呢 如果你有一筒筆 這是筆 奧 拿著筆啊 奧 欸我筆呢 如果你有一台秤 啊我又胖了 耶瘦了二兩 蛤 好好工作 什麼都沒看到啊 哼吃我的拿我的還用我的 哪有這等好事 我已經把你們的體重都拍下來了 今天就是我的報酬時刻 無頭公司體重大公開 1號神秘人 體重99.2斤 2號神秘人 體重96斤 3號神秘人 體重121.3斤 4號神秘人 體重92.7斤 5號神秘人 體重194.8斤 194.8斤 這些神秘人都是誰呢 提問 200塊能買多少葡萄 答案是4顆 沒錯 我花了200塊 買了4顆葡萄 我竟然花了200塊 買了4顆葡萄 我腦子有問題嗎 感覺逐漸詳化 在日本 葡萄都是按科賣的 尤其是一種叫秦王的葡萄最貴 這個就是用冰皮包裹的秦王葡萄 4顆壞了3顆 3顆 又壞掉了 沒關係 我們來嚐一下 阿武 王大河 趕走的王大河 我們再來品嚐一下 阿武 剛才吃太快了 沒嚐出什麼味 這個葡萄50塊一個 吃了100塊啦 呸 這次不會有人搗亂了 他 小竹鱼這個送你吧 我要和你斷絕關系 贏贏贏 吃壞肚子啦 沒有沒有 關注我 解密测评中不會人知的秘密 今年中秋 你給老闆送什麼呀 年年中秋都送禮喝 沒心意 而且過度包裝簡直讓人懷疑 買的是月餅還是盒子 今年我要做一股清流 送老闆個簡單朴素的 這不還是禮喝嗎 二姐拳王就你的最華麗 嘿嘿 但這不是月餅啊 哈斯址 這是中秋龍宮海鮮禮喝 裡面有 蝦寶貝 魷魚仔 手吃腺味棒 蝦咖拉咖 花盒 扁鷠人海苔 寶椒魚子蛋 蝦魚全貝 還有兩顆龍珠 魷魚仔和腺味棒味道不错 鮮而不鮮 這顆海苔裡面還有桃仁 好吃耶 這幾個蝦味道一般 也有點搭 再來看看這顆龍珠 這不是魯蛋嗎 魯蛋也能叫龍珠 肯爹呢 但是 瞧這包裝多精緻 吃完東西擺在梳妝台上 等於化妝品收納盒 一點問題也沒有 這不還是買的包裝嗎 誒 幼稚 我是那種膚淺的人嗎 其實買這個禮盒 主要是看好了 曾宋的那一堆龍鱗杯 有在看過沒 環林甲知道吧 烏光靈靈 光彩多目 就沖著杯子 值了 這禮盒多少錢 兩百 二百 就買了這幾隻小蝦米 而且魯蛋也算海鮮 包裝得只一百九吧 說你幼稚 中秋送禮送的就是個面子 禮盒一拿出去 老闆臉上笨兒有光 月餅這種食物 有幾個人是真心喜歡吃的 來 你過來 我不是你 嬰嬰嬰 不對啊 中秋不該使老闆 給員工發福利嗎 我們公司怎麼倒過來了 男人的快樂很簡單 我第一次摸到真的樂高 我也是 希希 完成 品中傳 大品牌就是精細 那是 每一塊上都有樂高logo 絕對官方贈品 這裡多少錢啊 看到下方連接咩 拼多多有個百億補貼活動 不用領局不用砍架 別進去職業就是最低價 我拼的這個品中傳 補貼後賽三百多 比員家省好幾百 另外3C數碼 每桌全都有 小助理都買封了 咦 我怎麼賞了像樂高呢 嘿嘿 王大和 這裡還有CG系列指揮中心 和雪范蘭賽車 我們比比誰快 開場 我覺得這個樂高又在演書 這麼便宜 你再買一個嗎 多大點事兒 兩星期前我收到了一個恐怖的寵物 如今 他們不僅偷懶不打洞 還特別能吃 不碰它就帶著不動 每個螞蟻都長大了一圈 咦 密集恐懼症要犯了 哈斯均 同樣都是螞蟻 為什麼我都吃完就睡 而且賣家說 這種螞蟻不能放生 放生了很快就會死 哭了 咬了個祖宗 喂喂喂 賣豬肉 有人要養豬嗎 嬰嬰嬰 之前熊八天公開了我們的頭 專門有粉絲說王大和比我帥 岂有此理 氣得我趕緊給自己買了個頭 哼 今天我就用宰子APP捏個王大和 比比看到底誰帥 首先拍張照 系統會根據算法自動生成一張臉 因而口鼻都可以捏 可以捏得和真人非常相似 何以見得 難道這張帥臉還不能表達我的甚是美言嗎 嘿嘿 眾所周知 王大和相貌十分平庸 唯一的特徵就是 黃色小辮子 加上小眼睛 長長嘴 哈筆梁小裙子 完成 哈 你才長這樣 就是像了吧 相貌平庸王大和 來比比實帥 比就比 來仔仔世界 你可以和好友聊天 自拍尬舞 做摩天輪 拍照功能不僅能和明星合照 還能自定義背景 今天和周杰倫去巴黎 明天和蔡奇葵去土耳其 後天還沒爭絕到你家了 牛肉仔仔 墻頭隨便翻 誰叫我啊 我想和一帆拉手手 仔仔快來 小仔仔仔 叫我和我一起玩啊 321 關注我 一起來仔仔玩啊 聽我的 聽我的 我吃的鹽比你吃的米還多 那 那不可能 怎麼不可能 我口味重 經常聽見大人說 我吃的鹽比你吃的米還多 這怎麼可能 今天我要用最專業的測品 告訴那些自以為是的大人 這不可能 假如我每天吃三頓 每頓吃一碗米飯 你會每天吃三碗鹽嗎 你要講科學 答案重量稱 這一碗米飯是300克 我們呈同樣多的鹽 來吧 乾了這碗鹽 可老闆比你多吃了20天 只學衛生組織 規定每人每天摄入5克鹽 老闆重口味酸炭8克 20年就是7300天 他一共比我多吃了58.4千克鹽 而這點重量 我只要按正常 讓吃65天的米就能達成 哼 也就是說 不考慮又年吃的少 就算我人生的前十年不吃不喝 在我10歲067天的時候 老闆就沒資格這麼說我了 如果老闆真的拿鹽到飯吃 一天三碗鹽呢 那他現在 應該是條鹹魚 證明他吃鹽就吃飽了 根本不用吃米 那麼在老闆吃的鹽 比我吃的米還多的同時 我吃的鹽也比他吃的米多 你這麼高 就找老闆啊 找就找 老闆 根據我的精密測算 你吃的鹽不可能比我吃的米還多 嗯 那就扣工資吧 不不不不 錢少 沒什麼是扣工資不能解決的 如果有那就連扣兩個月 老闆我錯了 再走 如果按顆粒數呢 一個攝像的偵探能力有多強 小助理你在哪呢 我在拍攝呢 你拍張照片我看看 蛤 你別欠了小助理 我沒有 今天是不是去王大河家裡了 你怎麼知道 就算珍珠吊到過咖啡裡 怎麼寫的洗布白 我就受容送給王大河了 一定是王大河就送給的你 你把他洗白了 不是說洗布白嗎 你胸口上殘留的藍色膏體 是中化母麗蜻白牙膏 它還有的可食用藍色美白因子 可以有效綜合黃色的牙字 迅速美白 而且越藍效果越好 是米麴起始的迅白小藍管 在那裡的醃子 茶子咖啡子 嘴菜來說都是輕輕鬆鬆 據我所知 王大河剛剛換的這個牙膏 你還說沒救過他家 你怎麼連他換了什麼牙膏都知道 因為他的迅白小藍管 也是我送他的 石像老師 迅白小藍管簡直是約會神器 蛤 呃 回見 王大河 你又把我送你的東西給別人 我反正這是第一次 哭了 殷殷殷 老闆我要辭職 給你漲工資 上班太累了 4000 同事太蠢了 5000 找粉太難了 我們二天一起漲工資 好 老闆我要辭職 好 你不...挽留我 明天就不用來了 不不不我不是這個 現在去行政把手機辦了 老闆我錯了 在這往哪兒一起走呀 那...那我可以倒貼 我給我貼 殷殷殷殷殷 網紅古狼語明小獅蛋黃包肉 雖然我去不惜古狼語 也吃不起明小獅 但是...沒吃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跑嗎? 嘻嘻 自製網紅蛋黃包肉 我準備著雞蛋 肉泥 辣條 蒜泥 香蕉 芝士 俗話說 一個蛋黃二兩肉 二兩就是100克 一個蛋黃竟然可以塞進這麼多肉 可以用筷子戳個洞 然後小心翼地把肉塞進去 我一定要做一個完整的 完成 好像沒什麼挑戰嗎 雖然看起來很難 但實際操作只要小心一點 還是可以完成的嘛 接下來 廚神駕到 蛋黃包辣條 好蒜泥 紅香蕉 保持一式 紅蛋青 難道只有我一個人想試試 把蛋青塞進蛋黃裡嗎? 雖然成品外觀不太美好 但還是很有成就感的 而且做這個十分解壓 要把蛋青塞進蛋黃裡 好像有點難 沒關係 我有第一關 完成 滿黃包一切 不敢相信 我真的完成了 今天黑暗料理智王要洗白了 看看這個 再看看這個 做成這個東西 你洗的白嗎? 鸚鸚鸚鸚 王大河 過來吃蛋了